学习音乐能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听听小提琴大师帕尔曼 和我国著名小提琴教育加林耀基 不同回答 林耀基说 我觉得是一个美欲的问题 是一个素质教育的问题 培养一个技术好人不难 培养一个有觉悟的 有文化 有修养的 通过他的音乐 他的演奏能给人带来先进文化的 一种精神力量 帕尔曼就是一个例子 他是一个残疾人 他是世界上非常优秀的 一流的小提琴家 他是小儿麻痹 但是他通过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奋斗 他现在是世界上一流的大师 这个从他的音乐里面 从他对音乐的理解里面 能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所以我们普及音乐教育 就希望有更多的心灵完美的人 帕尔曼说 学音乐的孩子吗 音乐就是他们的生活 对一般的孩子来说 音乐应该是他们所受教育的一部分 因为这与数学 历史 物理一样重要 然而不幸的是 在美国许多人不这样想 他们把学音乐看成了付钱洗衣服 家里一没钱就想到节省开支了 首先放弃的就是学习音乐了 这真不幸 这正是不学某样乐器的孩子 很难得到正规的音乐教育的原因 那么作为琴同家长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